今天给大家聊一下 我是怎么种这个多肉的 因为很多朋友经常看到我发的一些 我种的这些花花草草 都问我多肉植物是怎么种的 其实也与你的气候环境 它有很大的关系 毕竟加州这个地方温差比较大 然后冬天它也没那么冷 像我们住宅的地方 最低温度也就是5度 所以这个多肉我是一年四季 我是不用拿回家的 就放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各种各样的这个多肉 然后这个多肉吧 就是你要控水 你别没事就给它浇水 但是你说它缺水了它也不行 所以最好像我这个放在户外的 我这上面都是装的这个自动喷水的 所以没事 每天我就让它自己晚上半夜 在上面喷上一层水 所以呢 这个盆的这个底部呀 它其实是很干的 没有多少水 我有时候两三个月 我才给它们深浇一次水 所以你看它就越出彩 越来越漂亮了 这个就是种多肉的一个小小的经验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你看我这个里面的多肉 还有这种各种各样 其实好像各种各样的 这个奇花异草 都挺多 像这东西 我原来买的时候 它就像鸡蛋那么大 但现在你看养的 比那个什么 我看都有两个苹果那么大了 就非常的大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咱们一起商讨商讨 怎么种花 怎么种草 咱们下次再接着聊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